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声音2021迎来首播 作为一档王牌音乐综艺 中国好声音曾制造了万人空巷的场面 不仅给华语乐坛输送了梁博周深等一众优质歌手 也让纳英 杨坤 李荣浩等导师迎来事业第二春 更让很多的华语乐坛好音乐走向大众 在综艺节目扎堆出现的当下 来到第十个年头的中国好声音 依旧呈现出强大的势头 节目从导师官宣就引发广泛的关注 开播后更是成为最热门和最具话题讨论度的综艺节目 从酷云时时收视数据来看 中国好声音2021首播后收视率在0.7以上 超过同时段湖南卫视中餐厅第五季 北京卫视京城十二时辰 江苏卫视超脑少年团等热播综艺 获得同时段卫视收视冠军 然而中国好声音2021受视夺冠 也依旧难掩节目热度下降 口碑下滑的事实 中国好声音2021播出后 差评不断 可以用实质无畏 气质可惜八个字来形容 节目播出后引发热议 主要有三大败笔 其一 导师废话太多 很强戏 中国好声音十周年 这个特殊的时期 节目组也进行了赛制上 一个重大的改革 那就是采用4加4的导师阵容模式 纳英 汪峰 李荣浩 李克勤 担任四大导师 吴墨仇 吉克俊逸 张碧晨和黄霄云 担任四小导师 四大导师拥有转身抢人的权力 而四小导师拥有30秒 劝说导师选人的权力 节目组尝试加入新鲜血液没有问题 关键是 本来导师阵容的气氛已经足够多 再加上四个小导师 学员的镜头再次被压缩 所有的光彩 也都被压了下去 虽然导师阵容发生了改变 但是导师们演戏的套路依旧不变 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废话太多 节目都播出十年了 导师抢人还是那些车轱轱话 还是我多么喜欢你 来我这里能让你怎么样等等 选手介绍以及唱歌部分 反倒成了陪衬 八个导师 你一言我一语 占据了节目大部分的时长 关键 这些聊天的内容 很少针对选手的音乐 做出专业性的评价 大部分是无营养的老家常 纳英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 成为搞笑担当 一做到导师席就换了个人 情商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去 一上来就吐槽选手 今年一个都没转你 四个小导师的状态不同 极客俊逸成为戏份最足的那个 节目组偶遇闺蜜初恋的亲弟弟 巧合的是两人还都来自大梁山 最后还在台上合唱歌曲 转足了话题和镜头 总体来看 这一期节目更像是八个导师的脱口秀大会 选手唱歌成为背景音 唯一话少的李克勤反倒成了亮点 虽然话不多 但是句句都说在了点子上 导师们尬聊 一直以来都是好声音的一大槽点 没想到这一季节目组将这个槽点延续下来 观众自然也不买账 其二 学员乏善可陈 太平庸 好声音节目之所以能风靡全国 最关键的是该节目曾带给观众真正的好声音 梁博 张碧晨 姚贝娜 周深等好声音 也通过节目被大家熟识 很多的好音乐也通过节目被传唱 中国好声音2020节目整体口碑回暖 最关键的是出现了善依纯 班马森林等实力派学员 学员才是扛起这一档节目的真正主角 相对于导师们的风光无限 学员整体表现则比较平庸 中国好声音2021首期节目 一共出现了六位学员 整体来看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学员 更没有让人听了还想再听一遍的歌曲 第一个出场的一家直接获得了八转 导师们看到他眼里有光 直接在台上疯狂抢人 但小编觉得这样的表现 与八转的实力并不匹配 先不说这首原创作品都不懂 曲风单调 学员本身的唱功演唱风格 以及个人形象 也很难让人眼前一亮 这样的曲风注定是小中化的 很难形成广泛的共鸣 第二个出场的是网红歌手王静文 虽然在互联网上已经小有名气 有自己的代表作 红霄云孙楠等人还翻唱过他的作品 但他在台上的表现过于拘谨 音色和唱腔并不出众 还好李克勤关键时刻转身救了他 第三个出场的任美爽 原创作品缺少个人特色 整体下来没给人留下太多的印象 第四个出场的沙南杰演唱稍显智能 舞台上也没有发挥自己的特点 倒是和极客俊逸这一波老乡见面 泪汪汪的剧情转足了话题 第六个出场的张璐欣 声音听上去很干净 但是整体缺少包装潜质 六位学员中唯一有记忆点的 就是第五位出场的五颗月 今年刚从深圳大学毕业的22岁的五颗月 外观上更具有明星像 他的唱功舞台特制以及音色等 远远超过其他几位学员 一出场已经成为夺冠热门人选 目前来看 新加入的李克勤拿到了五颗月这张王牌 他很有可能成为这一季导师中的黑马 一出场便带出总冠军 其三广告反复插入败好感 中国好声音节目的火爆 也带动了商业价值 源源不断的广告也随之而来 十年过去了 学员的水平在下滑 但是节目中的广告却始终有增无减 看了首期节目 很多网友吐槽 这节目应该叫中国好广告 每个学员开唱前来一波广告 点评完选导师再来一波广告 节目被剪辑得稀碎 观众观看的体验非常不爽 节目组的吃相越来越难看 整体来看 中国好声音2021 已经不是选手来比拼音乐了 更多的是导师来比拼演技 这节目除了导师阵容 备受关注外 好像能拿得出手的内容 少之又少 节目组还在打着 十周年的情怀牌 但是好的音乐 我们似乎听不到了 连八转都显得过于廉价 中国好声音十周年 相信很多人开始怀念 周杰伦 李健 刘欢 于成庆等导师 可惜节目组 一个都没请来 他们也只能出现在 技术合成的画面了 让人唏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事件 敬请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